可能很多人在第一眼 可能会误以为我是外国人还是干嘛的吧 我发现您的中国好厉害啊 不不不 我不是 我不是 他们幻想到我就是一个外国人 然后痴迷于中国盔甲 我这是标准的东北话 还普通话的 这这么浓厚的口味没听出来 小的时候接手刀接凯甲吧 我觉得很帅 从小就是喜欢舞蹈动剑的嘛 就说完了就比较中范吧那个时候 你别开玩笑 你别开玩笑 哈哈哈哈 他把动我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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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妹 这样子 让我一开始 启禀大人 此地名为马为义 没拿着刀 没拿着刀 我等一下 启禀大人 此地名为马为义 圣人 圣人从西路逃去了 汉君往那边跑了 快去追 他们的态度可能就是现实中的 现实中的人他们觉得很奇怪吧 惊讶啊 一切东西 有点尴尬 我感觉 他们没有恶意嘛 就看着你嘛 还微笑 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吧 就是你发挥不了你的演戏吧 2020年底 杰哥通过短视频 记录着自己关于甲咒的日常 这也因此在互联网上名气出现 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 开始收到来自各方的橄榄枝 有找我做演员的 有找我做艺人的 有找我一起搞这个甲咒的 有找我什么开工厂啥的 就啥样的人都有 会有公司来合作签我之类的 但是我都拒绝掉了 会有待遇很高很高 然后马上就可以签那种 但是我没有弄 然后回去之后就开始冥想反思自己 为什么不当时签下来 如果当时签下来的话 可能就是每天吃吃喝喝玩 越有底心 然后又有人帮你拍 又有人帮你跃营 太好了是吧 但是就失去你自己了 大丈夫生于天地心 岂能寓于九居人下是吧 做甲咒的人还是挺少的吧 在全世界或者是干嘛 是算小众的 比汉服还要少见 这个是做的很多啥的一个 失败品吧 这全是失败品 这些都是用隔来做的 然后绳子也是鞋带 反正就是怎么看是怎么 就是一个失败品 但是我当时觉得挺好看的 那现在看 太垃圾了 2019年底 杰哥偶然间接触到了甲咒的制作 单打读多下 至今已经完成了17套甲咒的制作 应该是2020年5月份吧 就是历史 更多的时间放在这个做甲上面吧 刚开始挺难的 不会做呗 就完全从零开始啊 你也没有学过什么裁缝 没有学过什么 各种衣服的座子 东西都没有了 你完全就是一个 纯纯的小白 如果我要是做一个回甲 或者甲冻 它有一些地方吧 它是有古代的壁画 或者是有雕像之类的吧 但是呢 它的图片是不全的 你可能有正面但没有侧面 有侧面没正面的用 这一小块拼重的话 得拼将接两道是吧 这个是小型的 这个是大闪门 大闪门的话 将近三千四百个吧 小的那些三千七百个 因为我都是拿牛皮做的 通常情况下 一套甲咒 大约有二十二块配件 而完成一套甲咒的制作 大概需要三十天的时间 成本 则在一万元左右 你现在回头看你那个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挺有勇气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当时 就你 啥也不知道 然后你就开始搞 然后你也 你也搞下去了 就很佩服自己 哎呦 忘了事儿 我现在我现在干点别的事情啊 这头部下单我放汉了 五湖四海都有 就中国地球吧 然后也有美国的 也有新西兰的 放家里玄关展示的 就镇宅的吧 还有一种是放那种高档的餐厅 就是当到一个百战种的 这一套做了大概在一个半月左右吧 将近四十来天 这是你的全部配件 然后今天发货 停电多天的小区 在捷歌的沟通下 终于在设置组离开前 通了电 就很多人说你要不就装外国人干嘛 这样收视率多吧 我很排斥这件事情 我就是把我自己的东西 发在网络上 我火也不是我想火 我是被迫火的 我很讨厌网红的两个词 他是贬义词现在 我也很讨厌什么混血人 这种词其实很 很深深地刺激到我 你知道吧这些词 怎么说呢 他们就总觉得外面的会好一点吧 看到没有 三排这个 我觉得互联网 对于我们这个 甲州这个圈子的人吧 是很好的 没有互联网的话 那就是门头做了 那真的是跟古代工匠一样的 一定要要接轨 如果你不接轨的话 这个东西就死里买了 就一定要灵活 酒香还怕相当深 它没有很亮 看到没有 即使没有光泽 它也很亮 就是这样子 这个不是猪油 就正常的油 现在已经彻底没掉了 现在已经外面的东西没掉了 我要撤了 我要撤了大家 再见再见 拜拜 大家早点睡吧 哇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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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我要收一下这个地方 昨天是一点点没有 今天还有个车 说十一点要有电 但是没有白车 就是夜深运镇的时候吧 夜深运镇的时候 你肯定会想更多的事情吧 你这个时候觉得 就是挺挺孤独的吧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这样子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累 很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吧 然后我会看一些自己的一些评论呢 或者是干嘛的 就是看一些那些话 很短心的话 我记得之前是有一个学生 就是很很喜欢我 很喜欢我的作品 然后还有一个老师也是 他说他的学生很喜欢我的作品 我觉得挺挺挺有意思的 就觉得看来还是有人喜欢这东西 我当初就是只想自己的爱好嘛 只想做自己的盔甲 是爱好 然后慢慢的话 就会有一些人说一些什么 哇小伙子 怎么做怎么穿的文化啊 做这些啊 逼人遗忘的东西啊 就是 你明明不是做这个事情 但是他们会认为你做这个事情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哎就有种这种感觉 就好比说 蜘蛛侠一样 我现在多亏点会考虑我的商业价值 说白一点吧 就没有前台的话 你怎么可能来送这些东西去吧 会有焦虑感 因为位置才是可怕的 你看不清前面的路 没有什么贵人啊 什么那些电影里的情节 你只有自己孤身一人 你知道自己来的 你知道自己来的